- 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孫中投顧為你遇 歡迎收看今天走向呼籲 那我們先來看今天台股大盤表現 今天台股大盤在上個禮拜 禮拜五的時候 是上漲個76點 那今天形成一個在早盤 一度都是開高走高 那隨著這個包括像這個瓶蓋三雄 包括像台積電 包括像鴻海 它的一個迅速的壓回 那也使得這個盤 今天形成一個叫開高走高 之後的一個震盪壓回 然後到收盤 收盤是下跌一個37點 那以今天這個量能 今天量能做一個縮量的一個態勢 今天量形成一個叫縮量 那畢竟我們在上個禮拜 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針對這個禮拜 這個行情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很清楚跟各位做強調 目前這個台股大盤 上有鍋蓋 那下有鐵板 目前在短線上 都是處在一個月線跟季線之間 在做一個區間的整理 那尤其就是說 以在上個禮拜 上禮拜我們在 就是說也很清楚 跟各位做強調 丁裂板 這個台股大盤 就是說碰觸到這個上彎的這個 季線的那個當下 馬上就形成一個叫往上的一個反彈 那當然的話我想以現階段為止 今天就是說 上個禮拜五是有出量的 那問題今天做的縮量 那變成說 量縮價跌 我想這個都還是屬於 比較正常的一個 量價配合的一個態勢 那畢竟我想以現階段就是說 以上方這一條月線 這條月線 目前是處在一個叫下彎的一個態勢 那等於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就是說 用抓一個整數來看 這個盤大概 下緣 區間那個下緣是落在這個 10600多點 然後這個上緣 是落在這個10750點之下 那尤其這條下彎 這個這條月線 他目前扣底的一個時間點 是扣這個10月25號 大概指數都在扣在10750點以上 一直往上扣 一直往上扣 那往上扣的 大概這個時間 大概還有兩個多禮拜 那相對就是說 以這條下彎的這條月線 他後續這段期間 都還是依然維持一個叫下彎的一個趨勢 那當然話就是說 也使得這個盤 我們在上禮拜預告各位 你盤就是說 月線要去做到一段突破 無論如何 你也去帶出這個 超過1200多億 1210億 當時我們預估的一個 所謂的月均量 你要帶出這個 超過於這個月均量的一個 月均量的一個攻擊量 這個盤 才能夠去突破 這個下彎的這條月線 那使得短線上 又重新恢復到多頭的一個架構 那等於是說 我想這就是說這個條件還沒有滿足之前 短線上 依然都是 處在這個 下有鐵板 上有 鍋蓋 就是說 這個這個區間 來做一個短線上的一個震盪 那當然話就是說 針對這種區間盤 其實無論如何說我們在之前的節目當中 特別的話跟各位做強調的說 區間盤 高檔震盤 並不是說 不能做 而是各位 你會不會做 當然的話這一路以來 就是說 為了說我們從 這段行情從這個 9月27日要展開 記錄性反彈 彈上去做到 讓創高到10858的後續 然後最近這一兩個禮拜 不耐久盤的一個回測 當然的話這一段期間 我們帶給各位的策略很清楚 我們是採一個叫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 那這個快打部隊策略就是說 我們的操作循環 大概一個禮拜的一個實現 尤其說我們這個 快打部隊我們的一個策略 我們會特別特別去著重 一個叫買點的一個策略 那買點的策略 我們就是套用一句口結 就是說 我們要帶各位買在這種叫做 轉折 起漲的 第一根K棒 你買在這種轉折點 起漲點 當然的話一切入就是馬上賺 一切入就是馬上賺 那我想這一路以來 包括已經進入到 11月份的第四個禮拜 那相對就是說在最近這一個月 就是說從11月份開始 不然說我們就說在之前也蠻聚焦各位 我們帶各位操作 好的標的再加上好的一個買點 那我們再就是說從月初以來 我們帶給各位操作的這種個股 我們都聚焦在這個相關一些 一些瓶蓋的一些輪動個股 那當然的話這些個股 我想就是說 我們在當時 蘋果iPhoneX 就在10月27號 他正式去做到預購當時 預購的當時 就是說我們再隔一天隔一天 就是說我們在那一個禮拜的一個週休 二日那個當下 那我們就是說 我們在我們的LiteAd當中 有特別針對一些 相關的一些瓶蓋輪動個股 那變成說 我們趁這些個股 還沒有發動之前 也都率先 直接分享給各位 當時我們預告各位就是說 你要買有兩種買法 創高盤 你要趁它做個回測 找買一點 那另外就是說 已經回測到重要支撐的這種買法 那當然的話就是說 我們提示給各位兩種買法 尤其說 你的選股 真的在蘋蓋個股那麼多 你的選股邏輯 那我們也提示各位 三個選股的一個邏輯 那當然的話在這個波段點就是說 我們從11月份 第一個禮拜 在11月3號 我們獲利掉這個 3105的穩帽 尤其說穩帽在這個階段點 一樣 不斷連續漲5天 尤其說 股價實現 改寫一下 它那個歷史新高 那我們在11月3號 先把它就做到 讓獲利落袋 天天漲 那我們快打部隊的一個策略就是說 把它速度最快 效率最大的這一段 我們把它截取下來 我們是踩一個叫 強短套利的一個動作 那尤其除了像 穩帽 那另外包包 像這個凱聖的部分一樣 在 在 11月份第一個禮拜 一樣 這一段操作 一樣連漲5天 那變成說我們一樣在11月3號 當天 漲5塊錢那個時間點 這根可以幫是開高走低 漲5塊錢的那個當下 我們先把21塊錢的獲利 先換口袋 穩帽的部分這個價差 也拉高到37塊錢的一個價差 然後進入到第二個禮拜 我們帶各位操作 包括像 2313的像滑通 一樣在這個波段 我們趁它這一天 上上個禮拜四 爆量 然後高檔 高檔爆量 我們就二話不說 先把這一段的一個價差 先獲利放口袋 那後續我想 都一路再做一個整理 這是這個 滑通的部分一樣 短短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這個價差 也都逼近 快接近三成的一個獲利價差 那另外包包 像這個337是這個 平蓋的一檔轉期性的一檔個股 這337是這個精彩 尤其精彩 我想我們在上個禮拜 也預告各位 我們已經做第三趟買回 比如說 在這一個波段 從這個 上上個禮拜一開始 我們那時候 就夠了就三天 就是說 我們不帶各位去做個追價 趁它創高回撤 回撤我們就買這種叫做 轉折起漲的 第一根K棒 一切入 當然的話 你就帶給各位 就是馬上賺 那當然 就是說以精彩 在從買進去之後 上上個禮拜一做切入 禮拜二漲2% 禮拜三漲停 禮拜四 趁它69塊錢 創高 那當下我們先賣一趟 那當時就說 剛剛好配合的 它就說第三季的季報 做個實際上公佈 那第三季季報 它結果的話 以上 EPS 繼續又虧了0.74元 那問題就說虧0.74元 相對來講已經虧損 做到大幅度的一個收斂 做到大幅度縮小 那麼在當時一樣站在一個叫 逆向思考的一個角度 當天 禮拜四 有做個創高壓回 那變成說它公佈這個 它那個財報 連續虧了9季 連續虧了9季 那變成說 股價居然連續兩天改寫 歷史新高 那就是說 我們也當時預告各位 這個裡面絕對有貓蜜 貓膩 就是說這個絕對有空頭 那等於是說 相對就是說 這是一種很標準 轉機個股的一種買法 那等於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五做第二度的一個買回 買回之後 我想就是說當天 前一天是69塊賣掉 然後隔一天67塊錢 壓到盤下 我們做個買回 當天漲了差不多半天停板 後續到上個禮拜 禮拜一漲停板一架鎖到底 那我們在隔天就賣掉 這短短7天 先把這個28% 累積下來28%的獲利 換口袋 那相對於我們在上個禮拜 預告各位就是說 針對這個精彩的部分 我們上個禮拜 一樣實際上 就做到它買回 那買回在當天是漲了 一樣改寫歷史新高 變成說掌聲到收盤 大概漲了差不多半根停板左右 連續到今天 亮縮 繼續今天收盤價 一樣是改寫下它的歷史新高 我想這個後續都還沒有漲完 都還沒有漲完 那當然我們是在今天一樣 去做到一趟續爆的一個動作 針對這檔 平蓋 這個轉機性的一檔標的 尤其是說像是精彩的部分 尤其說它之前是連虧的9季 那相對應就是說 以它實際上 從第4季開始 導入到這個 導入到這個 收到它的母公司 就是台積電 它的一個push 就是說切入到這個蘋果 iPhone X 一個3D感測的一個供應鏈裡面 那也造就 我想從包括9月份 10月份 營收都已經形成 一個比較爆發性的一個成長 我想這是很標準的 轉機個股的一個特色 今天一樣收盤價 實際上改寫歷史新高 那變成說 這三段式的一個操作 累積下來到目前 這個獲利價差 都有超過這個三層之上 那是真的精彩的一個部分 那尤其就是說 我們在上個禮拜 上禮拜 就是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三 有針對一檔個股 就是說我們在當時 也預告各位 你這一路以來 相關一些平蓋倫動個股 像文貌凱勝華通 精彩 你都一路都沒有跟上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禮拜三 我們就針對 你要買 也要買在中間 要轉折起漲的第一根K棒 一切入就是馬上轉 那問題是說 我們就說 針對在上個禮拜 要即將發動的這麼一檔 接棒的 這個輪動的一檔 轉折起漲點的一檔標的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 也直接 定內百拜三 毫無保留 一樣直接 分享給各位 在上個月 你知道當時要有來電 或做登記的投資朋友們 你就 我們就直接會針對這檔標的 直接分享給各位 這檔個股是 六四三五的大中 那大中這檔標的一樣是一檔 這一段也是創高 創高之後修正拉回 拉回我們就 帶各位去買在這種回撤手撐 尤其屬於一個叫做 轉折起漲的第一根K棒 一切入 我們切入去隔一天 亮燈強攻漲停 那我們在上個禮拜禮拜五 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公開我們的操作 上禮拜拜五 我們一樣 在他 漲了差不多五塊半 早盤 九點十九分 起五虎半 那個時間點 我們也公開我們的這個訊息 也直接分享 各位 我們已經先把它 去做到獲利落袋 當時盤中 創高之後也漲了五塊半 那賣掉之後 到收盤是打回平盤 延續到今天繼續跌 那當然我想 以大莊這場標的 短短三個交易日 先把這個14塊錢的一個價差 把這個 他速度最最快這一段 我們一樣 透過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的策略 把他速度效率最大的這一段 擷取下來 搶板套利 14塊錢的一個獲利價差 放到口袋裡面去 那當然我想 以今天這個大莊 量縮 那小壓迴 我想 又即將回測到這個 上彎的這一條 月線 我想這個 又即將會是一個很不錯的 鎖定的一個轉折買點 又即將做的弧線 所以目前這個期間就是 我們這個快打部隊的策略 尤其說我們還是要 不斷跟各位做強調的 最近這一段期間 是屬於一個叫什麼 財報的一個空窗期 尤其在上個禮拜 第三季這個財報 陸陸續續做的公佈一個後續 我想從目前這個階段點開始 到明年的這個第一季 都不會有一個叫做財報的這個 它的一個公佈 那等於是說 相對應 目前 尤其是在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 總共有40多家的這個公司 要召開這個法說會 那當然的話我想 空窗期 財報的空窗期 就會是一些具有題材性的 這些中小型個股 它的一個叫做足夢行情的一個開始 足夢行情的一個開始 那尤其 五位老師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我們帶各位踩的這個快打部隊的這個策略 我們是一個禮拜 我們就聚焦鎖定 一檔到兩檔的這個轉機 就是說 具有這個 它剛剛好形成一下轉折起漲這種個股 那我們就說一個禮拜我們就鎖定 一檔到兩檔 那相對於我講 這個也是提示各位就是說 你去好好做個思考 我們的個股不多 那等於是說 我們是集中火力 一個禮拜就一檔兩檔 我們不會像其他我們分析同業 今天漲生計 今天漲 這個原相 今天漲 這些相關的一些 MOSFIT 相關的一些概念個股 丁列拜 起被動元件 起去3D列印 每一天漲的 他們家都有 我想這個 各位你就不妨去做個思考 我們是散戶投資perman 我們不是外資 我們的資金相對有限 那你資金有限 要怎麼樣子來做到 集中火力的一個運用 不是說今天漲這個 你就買這個 明年又漲另外一組 你又買另外一組 我想這個 我們的資金畢竟是有限的 那相對於就是說 如何去做到一趟集中火力的一個操作 你買得到你也賺得到 我想這個 你看得到吃得到 這個才是我們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我想 在這一路以來 包括在上個禮拜的精彩 上個禮拜的這個大中 你都還是一路錯過了投資perman 那烏老師 我們在這個禮拜 聚焦鎖定的 這兩檔的一個 一樣是轉折其上的這種 輪動個股 我想這兩檔標的 一檔中價位 五十幾塊到一百塊的一個range 然後一檔是一百多塊的一檔 高價位的一檔個股 那變成說我們在這個禮拜 會帶各位聚焦鎖定 這兩檔的這個 輪動的這個起檔個股 來做個操作 那我們在今天一樣 實際性有提供給我們的觀眾朋友們 1加1加1的一個專案 我想這是我們公司 最大最大的一個優惠 那等於是說 你只要花各位一個月的一個費用 那為了是我們就帶各位賺滿一季 賺滿三個月 那相關這個 我們這個活動的這個訊息 各位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說到我們這個LINE AT 去做個登記的一個諮詢 好那今天節目 告告段落 謝謝收看 我們也見 請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